南韓從白名單除名之後 日本出口到南韓的貨物 勢必受到嚴格管制 南韓總統文在寅 二號下午召開緊急國務會議 除了日韓元首隔空交火 兩國外交部長在曼谷的 東協峰會上爭鋒相對 日韓在峰會攤牌 最後沒能達成共識 不還而散 舉著反對安倍的標語 高喊口號 貿易戰延燒 南韓反日情緒日益高漲 連鎖超市Primar不計成本 也要拒賣日本商品 南韓也考慮終止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 顯示日韓對立將從貿易戰延燒到軍事合作 大家新聞 周博先編譯 另外這是北朝鮮呢 一貫的手法總是以試射飛彈 藉此來挑釁國際社會